大家早 主席我请吴部长 部长 正位你好 部长 部长多久没回台南了 有阵子了 那么本席昨天 回台南跑行程 那么一下了台南高铁站 出了高铁站之后 映入我的眼言的 是一片的 灿烂缤纷的凤凰花树 那么凤凰花树开了 部长 凤凰花是台南市的树花 是很漂亮 你觉得它代表 除了代表台南市的树花之外呢 它还给我们联想到什么事情 是毕业的季节 小时候凤凰花开 凤凰花开 离歌响起 缠声明教 是的 那么我们想到 再过一个多月 那么毕业潮即将来临 我们都知道 部长您是师大毕业的 对不对 那么过去政府 对于师范学院毕业的学生 政府会安排任教的工作 那么本席当年 在当年度6月18号 毕业典礼结束 我6月20号也投入了职场 那么过去工作找人比较多 现在是求职的人 永远比这个工作机会多 那么呢 也看着这个毕业潮的来临 部长 您认为我们今年呢 这些大专院校的毕业生 即将会有多少 毕业生应该是 大概25万左右 25万左右 根据这个教育部的统计呢 27万 那么这些学生呢 除了艺难 以及留学 或者是继续升学之外呢 部长 我们有没有预估将有多少的 多少个这个新鲜人 将会投入职场 到社会上去找工作 预计大概55%左右啦 会投注 所以大概应该在 所以差不多15万左右 部长 您认为这15万的工作 新鲜人 社会新鲜人 他们有多少人 能够找到工作 以目前的这个经济状况来说 而多少人可能会面临失业 我们做一个假设好了 景气慢慢在回升啦 是 我们如果来做一个假设 如果这15万人当中啦 那么 10万人 就10万人即将失业的话 那么 根据这个主计处啊 在今年4月份 我国失业人口有59万3000人 那么失业比例呢 达5点 5.39% 那么如果呢 到7月份 7月份有10万个人 再多出这个10万的新鲜人 那么社会新鲜人 失业的话 那么呢 将会达到 失业率达到 6.24% 这个数字呢 相当于 过去我们 金融海啸的 最高峰 最高点的时候啦 那么 我们知道啊 我们知道啊 前几天 5月25号呢 总统呢 曾经在机会呢 有这个 说到这个 这个 这个失业率 如果要降到 5%啦 实在是非常 不容易的事情 那么我们也知道 这个 所有的这个 失业率啊 造成的 社会的一个 一个动荡 当然啊 我们再加上啊 即将来的 毕业潮 政府要做好 万全的准备 当然我们 教育部不完全要 这个 替这个啊 这个抢救 这个失业啦 来负完全的责任 但是我们 教育部也有 我们应该 尽的这个责任 是吧 部长 是没有错 那么呃 我们也知道 这个呃 总统府呢 呃 在最近也有 国安相关的 会议开 针对这个 就业的 这个 呃 疏缓啊 做了一些 因应措施的 一个讨论 部长 你有没有参加 呃 校财经 汇报 也会再开会 呃 总统亲自主持 是的 这个 职业 学生的 那我根据资料呢 呃 院长 以及总统呢 呃 都有针对 这个呃 我们即将毕业的 啊 这些学生呢 呃 希望得到一些 工作的媒合 或者是这个 呃 这个 这个 就职的一个训练 提高他们就业的 这个 呃 竞争力 那么 不管院长 或者是总统所提示 我们教育部 却在前几天呢 也提出了一个大学 4加1的这个专案 那么我也很好奇 这个呃 教育部在这么 冲促的情况之下 提出了这个呃 学士后啊 第二专长 学士学位班啊 4加1的这个专案 是不是就是在 因应啊 院长跟这个 总统的这一个 呃 提示要求的一个 具体的 要的措施 要来实现 他们的提出啊 这样子的一个政策 部长是这样子吗 这个大学 4加1呢 是三月份 我们就在过失了哈 到五月份 我们也开了三次会议哈 邀请相关的学校 大家来谈 其实是因为 业界啊 他们现在高科技呢 大概有11万西财 11万人左右 但是呢 他从大学目前 西财11万人 需要的人 需要10万人 需要需财11万 实际能够提供 只有3万多 等于是 整个有七八万呢 目前呢 就是说 市多于人啊 就是说你的大学 平衡的人 有这样子的工作机会 没有跨领域 没有加强国际语言 国际行销移动的能力 所以将来 这市教育这个一年 这一年呢 是针对业界 它开出 它需要什么人才 我们大学 根据这个人才的需求呢 来设计课程 做跨领域的 所以才会有学士后呢 来要求 来开这个班 所以完全是 是从三月份以来 我们就有这样子的 一个规划 所以不是因为失业 而是因为要人 要找到人 找到可用的人 太好了 所以这个班 如果设计出来之后 因为它是有点 对焦业界的需求 是 有点 这个根据业界需求 我们培养人 所以毕业之后呢 经过产协合作啊 业界马上就把人聘去 所以这个这样的 市家医会很热门 会很热门 那这样子的话 相信我们教育部 教育部呢是真的是有所准备 有所作为的 这是我本期的 跟国科会科学员区 跟经济部 他工业级 从小企业处 他们开出名单 然后跟业界呢 大家做密切的 这个人才公息的整合 那么 既然我们也已经做好 这么万全的准备 所有的事项 还没有规划出来的时候呢 我们是不是应该晋级 比较在级期之内呢 赶快 因为这些学生 毕业在级 他们往后应该选择 什么样子的方向 我们应该马上来对这个社会大众来宣布 那么我所要去关心的 也就是说呢 这一项这个计划呢 4加1的这个专案计划 是属于长期的政策 还是短期的措施 应该是长期的政策 应该是长期的政策 那么呢 我们现在因为不知道 你们的这个方案 这个办法如何在实施 其实这个也蛮事关中大 那现在呢 我提起一些社会 以及本人的一些疑虑 我来救教部长 第一个呢 如果它是长期的规划的话 那么刚刚部长有也提到 是根据产业这个业界的 这个工作的一个需求 那么我们也解除这个疑虑 否则的话 我也是建议说 在相关开出的这些课程 应该要有我们相关部会 譬如像金建会 可以对国家的 这个经济发展的一个趋势 做人才的培养 那么第二个呢 我们也需要业界 站对他们所需要的 这个专业技术呢 提出 提出他们的需求 那么当然我们也希望 一些入学方式 之类的一些参考 专家的这个意见 那么我在报章上 因为也看到了 有些公立大学也反对 所以我也不晓得说 因为没有说清楚 没有说清楚 要推展在 是不是公立 自然是一个长期的政策的话 那么我们是不是 公立学校 市立学校 都要开相关的班级 对我们也邀请他们 他们都可以提出 开设这样的班级 那么我们呢 在这个 如果我们训练出来 是不是跟这个企业界呢 是不是也有一个合约 也就是我按照你的技术 来培养的人才呢 你一定会接纳 对 这些相关的办法 那么我们是不是还要考虑到 有一些繁范的一个问题 因为你的入学 入学的方式 如果不是针对考试的话 用申请的话 是不是大家都挤到公立学校去 那么呢 大家不会在意啊 就是说 我如果是在公立学校毕业的 拿到的第二个专场 第二个学位 我的工作是不是比较好找 我的薪水会比较高 这些零零种种呢 我们都必须拿出这个方案出来 来反反 所以现在的学生也蛮confused啊 我昨天问了两个小孩啊 我说 如果这样子 政府有这样子的方案 你会愿意再去上学吗 他说不要 我已经大学毕业了 我要找工作 我要赚钱 就是他的intention是这个样子 他能够找到工作很好 那如果说 我们是要替他们的就职来加分 我们不是要让他拿到更好的这个学校的学位 我们的意义 洋溢是这个样子 而且学位也没有难过 我们也希望说部长 教育部呢 赶快这么好的方案 事加一的方案 那么学生毕业在即 赶快给他们一个选择的方向 让他们认为自己的能力 自己的意愿在哪里 有一个很好的方法的选择 好吗 部长 我觉得是满级的 因为到现在目前为止 我们也真的是看不出到一些详细的实施办法 这个办法什么时候会出来 办法已经定案了 我们就可以公布 什么时候 什么时候 6月可以出来 6月是吧 那个差不多一个礼拜的时间 是吧 好 那我再利用短短的30秒时间 请教部长 对于我们的产学 这个学产基金 学产基金里面呢 对有明文规定 我们教育法人的这个财产的使用 办法 不外付是存放金融机构购买公债 短期票券 以及购置基金自己的不动产 第四个呢 在安全可靠的原则之下 不能超过二分之一 能够转为有助于财产 这个财源的这个投资 但是我们看到这个学产基金在民国94年呢 成购了这个台新金控 丙总特别股 1667万股 每股30万 总价值呢 那是五亿零十万元 十万元 现在这个购买的这个基金 是在亏损还是有增加裁员 当时一张股票是30块嘛 那当然现在市价没有那么高 所以算是亏损了 那现在是多少 现在是多少 现在是多少 现在是多少知道吗 我们亏损了多少 知道吗 12块多 12块多 现在12块多 我们亏了很大了 亏了很大了 我想我们会这个 部长 部长 我想请问你 对于这个台新金控的这个 买他的股票的投资算不算违法 我不晓得你根据啊 根据这个血产基金的使用第三款 第四款里面规定 不得动资基金 其政府捐赠之基金 去投资啊 不符合我们设立目的 或者是啊 非业务相关的文教事业 啊 OK 非文教事业 那么呢 台新金控是一个盈利单位 而且是金融单位 为什么我们啊 董事会会去同意去买这样子的一个 去做这样子一个投资呢 部长 我想我们要查处一下了 因为一血产基金的管理条例是明定 基金是得购买政府公债 国库券或是其他短期的票券 那这个是在2005年民进党执政的时候啊 前政府时代 那我们再去了解一下 这是社会观感非常的不好啦 我想啊 我们呃 这个全国最高的教育机构啊 所管理的这个基金会 做这么啊 明目瞻党违反的事情 而导致于我们基金会这样子的亏损 部长 您有责任要加以来整顿 好吗 那么呢 我们这个又看到了啊 在十秒钟 我还要求部长做一件事情 也就是这个董事会啊 我们从看他从95年一直到98年啊 这等17位董事啊 那么他们的出席率呢 平均呢 都在差不多七成 也就是说 每年呢 有三成的董事 并没有出席会议 所以本席在此要求 部长您身为董事长 应该对出席率不高的董事 不应该继续聘任 你要好好的整顿这个董事会 当然 你就说在民进党执政的时代 所做的事情 现在在您的手上 本席期待您 好好的整顿 好好的检讨 这个董事会已经解散 已经解散 到今年六月底 到今年六月底会解散 部里的另外一个基金会来 OK 那么现在这些董事会的成员 也会被解除 对对 所以不会有这些问题 好那么在接下来的工作呢 整并之后呢 我们对于所亏损的问题 还有对对对对 这些刚刚我们提出来 这些非常不好的事情呢 我们要好好的处理 好吗 好谢谢部长 谢谢陈伟 谢谢 谢谢 好谢谢 谢谢